好了大家好就是番茄给大家带来的皇室专专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打罐开箱知识了 我来开箱子 你要不要抢我箱子开吗 真的开出什么好东西 蛮子挺好的 希望我今天蛮子能升一级 你有多的蛮子吗 要升一级 就这个小号 这不要这个东西 蛮子蛮子蛮子 四张还差啊 好多种什么东西 没用都是垃圾卡 哥你有蛮子吗 蛮子蛮子有木油 野猪有木油 野猪是没有 野猪没有啊 我看看有没有蛮子啊 那那个呢 你看看今天买的卡里没有 今天买的卡里 没有只有大块头 大块头 我买一个大块头 有没有蛮子 不可能 嗯 我是现在是在三次的 那就要蛮子了 可是 有 我五级了 我有一张 一张没有 那这样子吧 那万箭启发吧 万箭启发总是有 好吧 那个是这样子 因为从今天起 你们看到视频就开始 番茄要离开三天 三天以后回来继续更新 不是番茄说打不过去什么不更新 是番茄真正的是离开三天 去安徽和回吃小冬虾 不是安徽和回 是安徽和回 安徽和回 哈哈哈 好 我们就准备好开始了 等我这个免费宝箱看完 我们就开始了 你开了 好 又开了个蠻子 还可以啊 好开始 开始我们今天的打箱开灌之旅 嗯 六级 嗯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 应该是六级啊 嗯 六级六级六级 好的我们上次还是很顺利的 一口气打上来啊 如果到了1400分以上的话 我们就到下一个阶段了 下一个阶段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没错啊 就是可以过得更好的卡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到下个阶段去啊 哈 火球数 漂亮 这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靠 就一个 亏了一毛 如果有三个 我冰冻树早点好 有三个怼他一轮我是赚的 只有一个是亏的 三个他能把那个雪给怼回来 一个肯定怼不回来 想想就知道 好的 骷髅兵这里帮我消耗一下 然后我后面的话能怼一下试一下 得不了算了 无所谓的 这都不是算 丢 丢 可以了 如果不丢这东西的话 那个 我的塔会掉 多掉200血 因为我觉得我这塔先血有点虚 而且对面攻的有点急 对面如果攻的这么急的话 我不应该是让我塔掉了太多的血 所以我想的想还是怼上去比较合适一些 好了他又要放放那个 这个东西了 早就知道了 冰冻可以 冰冻了 我现在怎么怎么破 他后面会有个火球 对 反正你知道他有火球术了 还有电击术 对 还是这么一套 那知道别人那个打法之后 我们就很简单了 他如果一定是用这套东西的话 那我们截起来就很容易了 后面如果他继续小炮加女武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怎么解了 很显了 我怎么会这么傻 在上次那个东西呢 当然怼个大块头 然后后面怼个这个 反正你有女武神吗 对吧 反正就这样子的 然后这波就反不攻上去 呃 呃 呃 好像有点问题 问题不大 兄弟们问题不大 是有点问题的问题不大 就直接对我塔的啊 坏的有点过分了啊 问题不大 野猪过来我们的塔就放了 看看你慢慢打吧 他有没有那个叫他名字 对雷雷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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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雷没了啊 你没看错他雷没了啊 雷没了哥哥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雷没了我真的让你付出代价的 性番茄啊 让你付出代价 雖然敢这么轻松容易的想想怼死人家番茄 他让你怎么输的都不值 好火球解 那你左边那个也不要了 这把我赢了 怎么样 啊笑的开心 赢得了番茄吗 兄弟们怎么样 笑的开心都赢得了番茄吗 笑的了最后才是笑 当你一套打法是很规律式的打法 就而且别人摸清了你的规律 像番茄这边摸清你的规律 哦靠你就这么套东西 我再来一次 我再让你上当一次 你还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 第三次我就让你老命 兄弟们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次我让他阴了一次 我塔掉了600 第二次我用一样的算数 他就一样来减 那我塔又掉600 第三次直接破他两个塔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女武神的话 我们直接顶个大块的 其实六级女武神 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解他 哎呦好 再把后排他给砸掉了 那这样的话 跟一个法师 看看能不能偷到多少血 偷一点是一点 因为他没有那个群怪 就是苍蝇群 对他没有苍蝇群 所以我这看能偷到多少血 应该偷到他一个塔 好球 好了他上手上了一个女武神 然后靠上苍蝇来想堆一些输出 被我个万箭解掉之后 直接掉给他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 我出一波苍蝇我想看他有没有万箭 这波苍蝇是直接吃他的一个蛮子 他没有他没有 他是证明蛮有没有万箭 没有万箭 我们直接可以推 没有万箭我们就上怪 没有万箭就这样子 靠大块都吸引错 然后的话 靠后面的一个戈壁来打输出 他没有万箭 他没有万箭这波其实是很伤的 他这波是很伤的 你别看番箭这波 没有把他打下来都伤 但我知道了他一个情况 他手上就一张单AOE 就是单火球 单火球你看到没 单火球 单火球没有用的 还裸伤火球 你怎么打到这个分段的呀 啊 番箭就问一句 你是凭什么你能打到这个分段 他火球已经上了 未来四张牌里面不会有火球 所以他洗圈牌才能洗手火球 我现在这蛮子是安全的 安全蛮 蛮子是安全的 而且他只有张单AOE 他AOE已经放掉了 所以我这还是安全的 我最快速度刷个大块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对 番箭想最快速度刷一张大块头 这张大块头的时间 哎呀晚了一点点 我的个X 你命不该绝了兄弟们 我女巫如果活着 他死定了 对面是有个那个苍蝇群的 我比较虚对面 还是个火球 他其实心有点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我想打他的那个基地塔 其实我打这个他早就打下来了 心有点贪 人嘛总是贪的嘛 对吧 人嘛总是贪的嘛 问题不大 他后面有个女武神 小心怼他那个女武神就可以了 把他火球刚刚怼过 随便可以怼个大块头 可以啊再来一波 哎呀我这波苍蝇送了 送了一批苍蝇 又要是一个火球 还好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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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别说还好 哎真还好 冰洞 点上 还好说不定能怼断 说不定能怼掉 双法师了 双法师了 没关系 哎时间没了时间没了 好我操嘞 再他喵的给番茄半分钟 你看他塔掉不掉 好了没关系啊 这把本来是三罐的 或者至少我稳的打的话 会掉两罐的 结果我只打了一个罐 其实对番茄来说一个罐 两罐三罐都是一样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好这把赢了我们就升级了 这把赢了我们升断了 只要赢这把我们直接升断了 哎上一把我是不是应该就升断了 不管这把赢了肯定升断 番茄就用这么低等级的卡 啊你没看出兄弟们 番茄就用这么低等级的卡 这么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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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怎么防守呢 不懂他什么意思啊 你这波怎么防守 冰冻皮卡加野猪 没废了 哦靠这个东西来守 哎守不住啊守不住啊 这直接掉一个塔的 哦还行还行还行 他小小东西特别多 小东西特别多 小东西特别特别多 哦那这波他他赚了 他赚了他赚了他赚了 他小飞东西特别多 两飞的一个炸弹 以及那个离飞的骷髅 完美的解掉我这波反击啊 正常情况下野猪加小皮卡加冰冻 是没有没有飞可以帮他来防守的 这八级的防御塔是什么鬼啊 这防御塔这东西血掉的很少的哎 不管啊他居然是这样打的话 我们想想办法他有冰冻我也有冰冻啊 不着急呗 你再来波呗 反正你有冰冻我也有冰冻 大家护冰呗 我冰冻等级比你低一点而已啊 没什么上不了 拍到这里怎么怼啊 另外一边看看星星另外一边 大家一起打另外一边 冰冻冰冰冻 知道你小东西多 直接怼掉了 怼掉也怼掉呗 这都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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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怼你给他 这不就行了吗 好可以啊 我也怼着他也对他 然后我要防住他一波 兄弟们 番茄还防住他一波 我是有心 有心心是把他赢下来这一半的 可以 让我想想看怎么防住他一波 出个女巫卖一下 有塔先血少 所以我才用女巫顶啊 正常情况下 番茄是女巫都不顶的 我们都知道了 这顶女巫还是有点凶险的 拿着冰冻 拿着冰冻 拿着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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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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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好了这波是我的反击的号角吹起啊 好下个冰冻大级神 雷击速 嗯 这个冰冻我顶不上去了 我留个蛮子啊 我想用蛮子解他解他这个的 对啊留个蛮子 冰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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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 对啊留个蛮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波我也是我反击的号角 跟前面说的一样 这Boss翻击反击的号角吹起 别别别别 对别打我塔 有事好商量 别打翻击塔 对有事好商量 别打翻击塔 我怕他蛮子直接冲我家去了 他如果不冲我家 他就是逗逼 现在最正确的打法是蛮子 直接用一个野猪杀我家 杀我这里直接冲我家 我只能冰冻来扛他一波 所以我特地流费了 他正确的打法是蛮子杀我家 然后偷鸡偷我塔 才能赢 但我留了个冰冻 其实他也赢不了 所以这把的话 怎么打都在番茄的想象之中 不想象之中 应该说是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一切都在番茄意料之中 这加油上的卡 神经是为了让安娜番茄赚钱 是不是好番茄 不是好加油 好加油 哎我靠 我忘记看身段了 忘记给你们看了 这把打完我们再看 你看我觉得这样的好 1500分了 加油几 什么分段了 什么一千五百 一千四百倍 我多 就忘记一千五百分了 我是这意思 加油八百倍了 加油八百倍了 加油终于八百倍了 多吵 你怎么终于八百倍了 加油已经突破新手场的极限了 已经终于八百倍了 我三个号都快了 三个号都八百倍了 这么屌 可以的可以的 这里我浪费个冰冻 是为了解它藏 如果这不用个冰冻的话 我这边可能会被推的不行不行的 我居然不想被它推 我就上个冰冻 就可以了 六级的这个东西 点我这东西好疼 好疼啊 好疼啊 你说我不点它 会不会它点多少血打 一下 两下 还好 还好蛋 差了六百血了 两下 两下能打我这么多血 你想想看 好的啊 这把其实很难打 因为这把对面很松 像前面几波 他们那种什么野猪加皮卡 这么冲锋的 我倒不怕 我怕的就是对面是个神祸 你知道吗 番茄怕的是对面是个神祸 对面如果不是个神祸 很难打 冰冻 这游戏就是这样子 兄弟们 不怕对面刚就怕对面怂 对面怂起来你就没得我怕 好了 左边我有大块头顶的 用亡灵打输出 右边有我蛮子顶的 小炮 那个小骷髅兵打输出 你只能解一边 怎么样兄弟们 又一次 又一次用左右拉扯的办法 直接打下对面一个塔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 你们知道吗 没错 死手 怎么样 好了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所以我们继续拉大块头 继续压大块头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我们慢慢的压大块头就可以了 给对面一个心理压力 那我刚刚这样压下你了 你这波如果再不守的话 还是要被我压下来 然后对面有个心理暗示 我打不过你 我打不过你 你好牛逼 你好牛逼 对给对面一个心理暗示 其实我没有那么牛逼 对吧 兄弟们知道的 其实番茄没有那么牛逼 番茄只是一般般很牛逼而已 对 番茄只是一般般很牛逼而已 所以没有那么牛逼 好 直接一个万剑解掉 可以 那这波我要能守住了 爽的一毛 你没看出来番茄只想守你一波吗 并不想跟你干 好 两个女巫 就差来 你干什么 两个女巫 没关系 哎呦 女巫就站在地铁上 被她站死了 好快 哎 这波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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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下 再对一下 漂亮 可以 那这波半剑送了 无所谓 对 这波送了 无所谓 骷髅兵 这个绿皮送了 无所谓 绿皮也是送的 这是送的 好了 四三二一 爽不爽 少年 九级的丸子 嗯 一样掉的啊 好的 那我们看看番茄的分段是多少了 你没看错 一千四百七十六 我们你打的五届竞技场 五届竞技场什么意思呢 五届竞技场就可以有这些卡了 有特别牛逼的法师 有特别牛逼的刚刚用的那个毒药术 贼牛逼都是啊 还有复制 你用了前一张卡 只要多加一费 就可以另外再上一张卡 复制术还是贼掉的啊 大家还前面很好用的一个小 小烈焰精灵 这东西都是非常好用的 嗯 开一个吧 上两碗 那不开了 再打一把 今天解决输得很快 昨天17分钟 今天15分钟 完了 这一次比一次快 番茄不能做快展 这把打赢的话 我们1500分 那这把没打赢啊 一千 一千二 而不 一千 一千三 一千三 一千四百二 对 输的话是一千四百二 赢的话是一千五 应该是这样 先收两个绿批 他也收嘛 离上往来嘛 但你说两个 我也说两个 他看到我七级的绿皮 会不会笑得爽歪歪啊 对方稳赢 对面是个斗鼓 卡等级这么低 对了 番茄卡士等级有点低哦 不要怼 靠 还是让他怼出来了 总是会怼出来了 哦 如果我跟他说小啊 如果我不放这个冰冻树 对吧 女巫没了 两刀的事 九级的蛮子 看你就是两刀 不讲道理的 嗯 知道吧 两刀的事 因为四个人当中嘛 直接围过来 两刀就没 你看我六级的蛮子啊 看他这双小 嘿 没砍死 对 这很正常的 六级的蛮子砍不死的 如果我是九级蛮子 刚刚那个小炮是一刀斩的 如果他是跟我拉扯这么打的话 我还是很愿意看到的 兄弟们 如果对面番茄 对面对面那个是跟番茄 拉扯阵营这种打法的话 番茄还是很乐意看到的 你看到没 对面的塔的血 已经比番茄少了 注意看 对面塔的血 已经比番茄少了 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是靠番茄这种拉扯打出来的血 番茄为什么现在每次赢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考他的卡等级这么低 怎么现在胜率这么高 原因就是说 我能知道对面心里在想什么 他的套路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用塔掉点血去试对面的套路 你只要把对面的套路给试出来了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冰冻树很关键 我插了 关键个蛋 其实刚刚放冰冻的话 他这塔会掉 但想想就算 因为我不敢保证 他肯定会这么做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可以 一波 看他有没有剑鱼 这波是试剑鱼 现在才是最 游戏刚开始 兄弟们 好了还是有剑鱼 现在才是游戏刚刚开始 可以 这波的话我能掉他一个塔 兄弟们 这波番茄能掉他一个塔 看好啊看好就这波 他会有个火球树来截我后排的东西 然而我前排直接 盯住 好的 用大块头加女巫 直接点到他的塔 就这一波 就这一波 看到没 我一共用了两次 兄弟们 我一共一样的打法 用了两次 我藏了张冰冻树 我冰冻树一直没出手 最后一波冰冻树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掉你一个塔 就这样子 太成心急了 先点我另外一边 然后我另外一边 直接用大块头来防守 对吧 直接用大块头来防守 我知道对面有个剑雨 所以我不急得上那一波 不急得上这个 这个这个昌冻树 稍微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波又一次成功获得了胜利 好厉害 1500分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要骗对面 骗对面的套路 对面的话是怎么样的套路 对面其实是有点怂了 对面的话 其实带两张 还可以 他卡还是可以的 不是特别大介绍 对面的套路的话 是以蛮子加那个 蛮子加小炮 向打输出 然后就火球结场反推 就上骑士反推 其实这个套路的话 有个问题 就是火球没有要解我的 大块头跟女巫 但大块头跟女巫 加一个冰冻的时间 很少 这四秒 足够点到他的基地 就这样子 最后一把 再赢一把 我们开个皇冠枪 结束 这把布衣也无数 打个皇冠就可以了 尽量赢啊 谁想掉分呢 番茄不会以六级的身份 直接打到1700费吧 没戏 没戏吗 我也觉得没戏 我也觉得1700费 不是能玩的 好 看他有没有剑鱼啊 应该没了 他这两费 两费 四费 还有两费 还有两费 他直接选择是上了个冰冻 等了两费上了个冰冻 那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 是有些问题的 到底问题在哪里 有的 给你们看一下 那这里就知道了 他现在用了一个套路 是双绿皮加 双绿皮加那个 那什么 野猪 对 双绿皮加野猪 这跟上面一样了 他是用火球接场 番茄刚刚就说了 火球是解不了 大块头跟那个 大块头跟那什么呀 大块头跟女巫的 又掉了他 真实 没挑战 火球是解不了这种场 他是双绿皮加野猪 等会怎么解 看就教你们 现在这个 这个来解 嘴 嘴 在嘴 看到了没 就这样解 双绿皮加野猪 就这个来解 这样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不用警狗了 反正今天目标 打一个冠冻刀 然后留着防他 下一波双绿皮加野猪 加那个冰冻树 这个还是对掉的 对了一下他可以了 预判一下个位置 预判个位置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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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可以压个大块头了 因为他的卡等值 还是有一点的 而且他的野猪等值 偷技能力比较强 我们还是一样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慢慢推进他另外一边 实在被他偷下来 我还能保证 我另外一边 他还是有优势 还能再打一回合 哎 漂亮 等他上完之后 直接翘 哎 为什么这个蛮子 在砍我的绿皮加 因为应该打我大块头了吗 好 注意好 注意好 兄弟们 注意好 他的双绿皮加野猪战术 要差不多用了 最后一分钟 他如果现在再不用的话 那其实逗逼了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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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树准备好 冰冻树 爽 呵呵 只能呵呵了 怎么办呢 呵呵 很厉害哦 好了 赢了 范茄还帮我带打吧 带打 范茄不带打 范茄带链对吧 范茄不带链 可以的 一个女巫可以解掉 这边所有东西 我等级比他低 我才怎么打 冰冻树准备 他还冰冻我家的 啊 喝喝 喝喝 赢了 最后十秒啊 兄弟们最后十秒啊 最后十秒 他想到最后十秒 火拳数得一四年 六 你看出来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滚 好的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 做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的话 也是打了有七八把 没有输过一把 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跟范茄一样 多多是分析对面的战术 从而获得这一张的胜利 是这样子 看什么的想着 嘿 我要看一张紫卡串 嘿 那你送我两张法师吧 有法师了 那你送我两张法师吧 没有 有法师了 好 我们有法师了 法师是一张比较牛逼的卡 这张卡的话 这张卡攻击力贼高 关键它是范围攻击 它跟小炮有一样的操演的射程 范围攻击 攻击贼高 对空对地 贼音有异 好的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哦 对了 番茄有三天不在 大家记住吧 不要觉得番茄偷懒打不过去什么的 三天后我会再回来的 谢谢大家